中国目前才提出这样的自贸经济区 你像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北京 提出这个概念也就是才三年的时间 但我们知道迪拜的自贸区 已经成立了去年过了它30周年的这样的庆祝活动 今年就第31个年头了 现在做它的和港口连带起来 这样的一个自贸区 实际上从它的规模上 影响力方面、经验方面远远是超过了中国现在所做的这样的自贸区 显然迪拜的很多的经验 它不仅仅是在本地区是坐在前面 我相信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远远坐在前面 迪拜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三年俱乐部 当然本身的主要的成员是老外 我们来讲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公司在这里 当然本地也有些喜欢华的 它是海湾的通向运河里面 华的非常刺激 那个华的非常非常开心 华完回来之后呢 因为它那个是快到海边 它那个浪 走不剩的我们的船翻了 所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有好奇心 我对未来总是充满那种好奇 所以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好奇等于你走的某种程度来讲 你会有新的好奇 在新的好奇一直带领你往前走 我现在年龄今天已经64岁 但是现在我还充满着好奇 所以我觉得当我好奇心没有的时候 应该我的生命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所以好奇心呢 我觉得是我生命的一个动力 虽然现在年龄64岁了 好在我现在还好奇心 所以我想告诉金银来讲 如果你们就是眼前你们学的东西 就是明年能不能用得上 后年能不能用得上 我觉得你们出息不大了 你们将来都不可能成为领袖 因为所谓的领袖来讲呢 我不但考虑到今天 我也考虑到十年之后 考虑到二十年之后 甚至我做的事情来讲 我是内心的召唤 我不是说将来对我有什么帮助 哪怕十年有没有帮助 我不是这样考虑的 我内心召唤 我想探险 探险 当然我想登珠峰 不但登完珠峰之后 我登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 七大洲最高峰之后 我有点失落感 因为突然发现你的目标 没有了 七大洲你都登了 之后才发现 还有个叫七加二 七加二什么呢 叫徒步穿越南极 徒步穿越北极 所以我要来 7 plus的2 我又开始穿越南极 穿越北极 穿越北极也穿越完了 做什么呢 我说 我登珠峰 我是从北坡上去 我还可以从南坡再上 你会发现 不断的一个挑战 精神挑战 但是你说 这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 我就是一个挑战 但是你突然发现 你到这来 因为万科在中东 没有业 你和别人谈的时候 人家也就像 你也研究一下 我的背景 说你还登顶珠峰 当然我装着 很漫不及行的说 两次 你上去个两次 都登顶了吗 我说当然 是不是啊 所以你说 对那有什么建议 我说建议 不要太功利主义 听从你内心的呼唤 不忘初心